自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乙军不断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下达撤离令 并对其划定的所谓人道主义区进行调整 这致使加沙地带民众不得不一次次疲于奔命 辗转于不同地区 近期拍摄的卫星图片显示 在乙军撤离令发布之后 原本聚集有不少加沙民众帐篷的区域 变得空空荡荡 这两组卫星图片 展示的都是加沙地带南部 汉尔尼斯的附近区域 在8月16号和8月7号前后 这两片区域经历了乙军撤离令 以及所谓人道主义区调整 可以看到当地的加沙民众 在按要求撤离之后 相关区域原本搭建的临时帐篷 检疫棚屋等设施消失不见 只留下空旷的土地 实际上仅在今年8月以来 乙军就已经多次 对加沙地带南部的汉尤尼斯 以及中部的戴尔拜拉赫等地下达撤离令 所谓人道主义区的缩减 更使让加沙民众无所适从 疲于奔命 根据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 以及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听 近期发布的信息 乙军已经向加沙地带 约84%的地区下达撤离令 而所谓的人道主义区面积 已缩小到加沙地带总面积的 11%左右 联合国近东救济工程处表示 人道主义区的缩小 让加沙地带的流离失所者 陷入混乱和恐惧 他们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可去 感谢观看